Francis, 请你试试这杯茶 我早前在网上见到介绍 刚刚前两天经过他们的店铺 试完之后我很喜欢 所以特意买回来给你试试 不错,在哪里买的? 有没有网店? 让我买回一点 没问题,让我先向网络给你 我和eLink这种购物的体验 是时下很流行的 O2O, Offline to Online购物模式 即是透过网上推广 带动门市生意 又或者利用门市提供产品试用体验 等顾客考虑清楚 就可以随时经过网店购物 现在不少零售店都开始试用这种营运方式 期望全方位吸纳顾客 今次的主题其实都呼之欲出 就是Retail Tech 零售科技 近年的零售科技 除了O2O的购物平台大意之外 有不少都是以解决营运 特别是人手短缺问题 以及应付疫情为首要的任务 例如在餐厅搜索QR Code 自动落单 还有全赛机械人 他们都是零售科技 这几年的零售科技市场非常唱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有不少创业公司投身在这个行列 推出了各式各样的零售应用方案 就好像专门针对中小型咖啡店的E-Cup 透过单一平台 就帮到咖啡店走向数码化管理 加上有推广作用 在疫情期间 他们的业务还一直有增无减 全港加入这个平台的咖啡店 有超过168间 单单在2021年的全年交易量 就增长了300% E-Cup是一个咖啡全方位数码化平台 客户可以在里面获取所有咖啡的资讯 资讯包括咖啡室 咖啡豆 充足技巧 或者来人有什么课程 甚至是咖啡的活动 他都可以在里面获得 当他看完这些资讯的时候 他亦都可以在我们平台里 购买咖啡豆 或者是买外卖咖啡 甚至来可能他有不同的咖啡优惠 因为我们E-Cup 从时间到时间都会跟不同的大型公司 进行不同的活动 令到所有初次接触咖啡 或者是咖啡热外人士 亦都会用这个平台去获得所有资讯 甚至在里面进行一系列的采购 或者是买卖的东西 我们连那个STAM都电子化了 所以他亦都省了很多人手的步骤 所以行动和效率都高了 新兴的咖啡室很多都有iPad或tablet 他用iPad或tablet 已经可以安装到我们的系统 因为我们不是收月费认识的 纯粹是他有生意时才收取一些费用 所以整件事对他来说是零成半 对于消费者透过eCup订购咖啡 可以记下自己喜欢的口味 一按键就可以付钱 落完单还可以预准时间去到就拿走 不用怕繁忙时间排长龙 另外他们的应用程式是确认设备的识别码 这样在交易的时候就不会收集客户的个人资料 有助保护消费者的个人私隐 唯一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都会支持 可以和你的email电邮挂钩 无论你转了另一部机 你用电邮就可以挂钩你之前的stem 或者你的transaction record 扫描QR Code落单的应用在这两年快速普及 这间快餐店还因为疫情 在部分分店用了智能柜 方便消费者拿外买 消费者在手机应用程式落单 选择透过快取智能柜领取食物 当食物预备好之后 就会收到短信 然后在智能柜输入密码 就可以打开柜门领取预订的食物 透过这个方法可以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香港真的有很多出色的零售科技 大家在买东西吃东西的时候 不妨多点留意一下